訪問 今日掌握 發生的事件 早前請教授 當天在行政院的參與民眾 有些地方性的糾察 就是在中域之下 直接被拖到盾牌後面 消失無蹤 那更明顯的是 甚至有警方用盾牌來 攻擊人的頭部 哪一些學生有受到比較重傷害 以及有警棍毆打 這是畫面非常明確的事情 那對於這些 就是粉碎我們國家基本信任 以及直接的物理接觸 造成了已經許多人 甚至許多受害者 至今躺在醫院之中 那其他能夠行動的人 身心受到嚴重創傷 就是可能很多人已經 自動斷了所有通訊的方法 身心受到永種性的傷害 反如回到白色口 那我們認為 對於這樣子多年來未曾出動的水炮車 會粉碎人的打破人內臟 到高層級的武裝虛感 對於這樣守護車的民眾 我們要嚴正的抗議 我們要反對國家失控這件事情 我們要要求 必須阻止這樣的暴力濫用 我們要求明文禁止 水炮車以及霹靂小組 作為對付一般曾經抗議的手段 我們是一群自發性前往 行政院聲援行動的人 但是我們在現場呢 卻被國家以 就是非常諧星的武力驅離 現場除了有大批的震報警察進來 政府甚至還動用了水車 包括催淚瓦斯 然後對待就是完全手無寸鐵的人民 然後許多人在當場呢 其實被打得頭破血流 然後大家都是不斷聽到有人的哀嚎聲 這些巨大的恐懼 其實對我們現在在場的不少人 也留下了很大的陰影 所以我們要在這邊指出 國家濫用權力 對人民使用赤裸的暴力 是對人權價值的一大損害 而且在服貿協議裡面 國家其實也罔顧民意 將協議那個強迫關閃 使民眾不得不尋求 這樣題之外的管道抗爭 其實我們進到裡面的同學 多數並不是去突破這個門 或者是製造 或者是毀損任何的環境 那我們在裡面的時候 也有確認說 我們在場的這60位同學 其實並沒有破壞行政院的任何的 不管是門或者是任何的設施 我們就是進去到裡面 就是一個靜坐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 靜坐的氛圍當中 其實我們當時 過程是非常恐懼 我們甚至沒有任何一個 標數是沒有社會運動的經驗的 單純的學生 那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也有確認說 那個時候我們其實已經 二樓已經沒有任何的同學在裡面了 那我們為什麼選擇坐下來 我們反覆的去確認 其實是有聽到一些訊息 告訴我們說 場外有一兩萬的人在支持我們 那在這樣的一個巨大的壓力之下 我們把同學其實承擔的就是 內心的恐懼 加上必須面對說 在場外有非常多的群眾的支持 我們認為我們的離開可能會帶給 這個運動的後續的一些扭曲 所以同學選擇留在現場 在驅離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現在大家可能都把焦點 放在暴力對待這件事情 就是可能大家有沒有肢體上的受傷 但是我必須說我到現在為止 我的內心還是承受非常大的恐懼 包括我們在場的六十位同學 我們找到了可能慢慢的找到了 大概十幾位同學 可是有非常多大概三四十位同學 甚至在場外的很多的人 在面對這麼大的恐懼的時候 他們內心的這個傷害 我覺得他並不是短時間可以 藉由一些可能 醫護或者這樣的東西來抹評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才是我們最值得去討論的 就是我們的人民 還有我們的所有人 在面對我們的民主進步的過程當中 我們對國家的信任 還有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這件事情在這個過程當中 的確是被摧毀的 就是要求媒體離開現場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子 要求媒體離開現場的動作 他們是不是要在裡面 再做更激烈的行為 那為什麼要把媒體要求離開 還有就是剛剛那位同學 就是前面那位同學 是有被上手銬的 也就是說在還沒有 就是確認這些人 為什麼進來 還有就是有沒有罪行的 的這些 的這樣確認之下 就直接先把人民當作 犯罪者 探待先把他上手銬 這樣子就是 我們覺得這是非常 罔顧人權的一件事情 我們要重申我們三點 就是三點訴求 我們非常反對國家失控 而且我們要阻止國家血腥鎮壓 與濫用暴力 我們剛剛聽到 就是就是我們 我們不要求 各個別的基層警察 書面負責 但我們要求在背後 下令這一切的人 出來負責 然後我們反對國家失控 我們也嚴正要求 明文禁止使用水車 催淚瓦斯P小組 作為對付陳情抗議的手段 我們而且我們要求 平反受害人 要求這些人 我們主張這些人都是無罪的 抗議者無罪 要求檢調立刻 停止所有對抗爭者的濫訴 然後不要讓死法也成為 麻木不仁的殺人幫兇 第三 我們就是要嚴懲 這些幕後的暴力兇手 我們要求大家 如果還有再更多的受傷的民眾 我們一起站出來 一起來面對 一起來控訴政府的血腥暴行 然後我們要嚴正呼籲這些殺人未遂的首謀 江儀化馬英九 立刻盡快出面自首 然後警政署長王卓軍下台 台北市警察局局長 黃申勇還有中正義分局局長 當天的總指揮 付起法律責任 江儀化馬英九出面自首 江儀化馬英九出面自首 抗議者無罪 抗議者無罪 平反受害人 平反受害人 抗議民主 反對暴力 反對暴力